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好久沒有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我來好久沒有回味一下這樣子的 是說你們也不太想回味對不對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季尿尿 對的 因為這個尿實在太重要了 這個尿可以搞定很多很多的事情 例如把人給逼瘋啊還是幹嘛的 都是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們上一集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獎盃 終於是得到了一個啦 所以我在看這樣子的位置呢 感覺就是一個在銅牌一個在金牌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覺得這麼重要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放在類似這種地方 會放在電視上吧對不對 電視上面的話我看行不行放啊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電視原來是會把我的獎盃給吃掉的啊 什麼鬼東西啊 也就是說這個電視 我完全不可能把它給移開之類的 欸不過放在他旁邊真的感覺很好耶 喔 以後我們要看電視的話 那旁邊就順便是一個獎盃啊很好 我們之後如果有黃金獎盃的話呢 這樣子是最完美的 好吧 所以我們如果說 其實有算是完成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什麼 欸拉力賽的話 接下來還有所謂的直線賽道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應該要稍微的輕鬆一下啦 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自己在開車 現在呢 我很想要就是說去找一下那個小綠車喔 因為我想要知道小綠車它到底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怎麼感覺 速度快了很多啊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其實拆了更多更多的東西 哈哈哈 原本我還在想說 要不要呢 就把零件再裝上去這樣子 但是後面發現 我乾脆把所有東西都拆了吧 甚至上次這個東西不見了嘛 我乾脆也拆了算了 所有東西都拆了 這樣子應該可以輕很多 然後到時候的話 這個 應該也可以拆了 然後就放在那個直線賽道那邊喔 但現在反正就是要先去找一下小綠車了 可以嗎 我感覺這個起步的時候真的超容易打滑的 現在 對它起步好像會比那個 我們之前用的那個 那種輪胎還要更容易打滑 Oh my God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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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覺得 要要開這個道路的話 又要重新習慣一下 用不同的輪胎的話 感覺還是那麼有點差別的喔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我到底呢 搞了多久 我才 去研究出那條路線 看要怎麼樣才可以開到這個所謂的六分鐘之內喔 結果真的是太過分了 最過分的就是那個 突然冒出一個陳咬金來 速度硬勢還要比我快喔 唉真是夠了 反正我們現在呢 先去找個朋友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另外的路線 身為他的朋友 怎麼能不知道他的路線呢 對不對 順便也要知道說 以後我開車到哪邊的時候 需要小心他的存在這樣子 所以說還有那個在巨木頭那邊喔 那現在如果說是那個測試板的話呢 好像是已經更新到的有所謂的香煙啦 只是我現在到現在還沒有用到所謂的測試板喔 因為測試板最危險的一點就是說 你的存檔隨時可能會損壞啊 我擔心是這一點 不過好像還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樣子吧 所以也許沒多久之後我可以弄一下這個所謂的測試板吧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我暫時就先把車停在 差不多在外面這裡就可以了吧 對我差不多先把車停在這裡 然後 就可以先熄火了 我呢應該是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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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個殘 最重要的東西忘了帶出來啦 啤酒 對不對 這種東西 居然會忘了帶 沒關係 到時候如果出事的話 我也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喔 所以正常來講我應該是要在這裡 然後呢把小綠車攔下來 就是小綠車如果從這邊回來的話 在這邊攔下小綠車應該就會過去了 這一條路線 我還不知道小綠車是怎麼開的喔 尤其這前面的路線真的是不太熟 因為我很少開啊 所以我要在這邊呢 等待小綠車的來臨了 小綠車你終於來啦 我等你等了多久啊 OMG 我等了他足足是十分鐘耶 所以好吧 你 你終於是 欸欸欸 你 欸欸 還打不開來的 莫名其妙 太好了 進入乘客模式 把我的大拇指給放下來 我就在想他會不會 突然之間就轉回去了 看來並沒有 太好了 他終於還是往這個方向開了嘛 哈哈哈 所以他究竟有沒有可能他會到公路上面去呢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還有就是這一些地方就是 我在研究賽車賽道的時候呢 這一些地方其實都比較 難開一點吧 他這邊應該是開得可以超級順暢的對不對 小綠車你好啊 所以他呢還是一如往常的這麼的冷靜喔 我才看見他的排檔桿好像應該是永遠都在同一個檔位吧 不過他的速度好像可以 一直以來都不太一樣的速度在前進就是了 這邊是超級詭異的地形喔 看來這邊小綠車還是一樣 非常順暢的就可以直接過來了 小綠車真的是太威猛了 然後我更好奇的是 小綠車接下來再開過去 第一次遇到那個丁字路口的時候 會不會把我給那個 往家裡的方向載過去喔 好 就是旁邊這邊有一個這個賽道 看來小綠車並沒有從這邊彎進去喔 不過很難說 他等一下呢還會再重新再開購這一條 會不會彎到這裡面去呢 不然這個賽道到底是留給誰用的 這裡面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賽道啊 誒 誒 他為什麼剛剛突然放慢速度了 是不夠力呢還是幹嘛 我好擔心喔 他突然放慢速度又突然加速 我好擔心他會突然之間發飆 然後又到處亂衝把我給弄死 所以前面已經看到了 這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小綠車 小綠車 小綠車 小綠車你就是這樣子在開車的是不是 你為什麼直接彎進來這裡面 他可能是要開始繞回去了吧 這邊一出去呢 然後再左轉彎就過去這邊 就是那個 啊機場的直線賽道那邊啊 看來他這邊好像是 你是要強制我下車的意思嗎 不是吧 他繼續開了 看來他只是 好 我們終於知道了 原來他會在旁邊這邊 一個很奇怪的這個不知道什麼地方 踩 又是一個很奇怪的礦場嗎 他原來會在這邊繞來繞去的耶 還是說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在他車上 所以他才會過來到這邊來啊 如果我 一直開著車然後跟著他的話 他還會到這邊來嗎 我不知道耶 他怎麼會到一個這麼詭異的地方來的 看來他已經開始穩定了 要往 馬路上面開去了是吧 有了有了 欸 喔喔他回來他回來他回來了 但是他 他這個開車技術 還是有點小問題吧 他這個 欸 為什麼 你為什麼在這邊抓來抓去的 欸他彎回到路上了 但是他又繼續了 欸 他又繼續了往 欸 他在這邊繞了兩圈之後 OMG 他到底在幹嘛啦 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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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先下車好了 這名醉鬼看來已經 車色底底的喝醉了 他就 一直面對著森林 然後喝著他的酒 他感覺已經分辨不清楚 那個所謂的那個方向感了有沒有 完完全全了已經在這邊卡住了 可是那我怎麼辦 好吧 祝他一臂之力好了 祝他一臂之力 這樣他應該就可以出去了吧 這樣他應該遲早有一天可以出去吧 雖然這邊還有一棵樹啦 不過 他應該至少可以出去 然後 他如果出來了的話呢 我立刻就在這邊 再跟他說我要搭一次便車 好吧 我這個好人當到底啦 我把他推出來了 我把他推出來了 可以了 我立刻站到路邊 我立刻站到路邊 然後呢 舉出我的大拇指 他等一下過來應該就會接我了吧 我再過來一點點好了 他應該出的來了吧 出的來吧 喂喂喂喂喂喂 你要去哪裡 他去撞另一棵樹了 不是啊 你要我救你多少次啊 這究竟是個什麼狀況 我是沒搞懂 但是我覺得 我是不是有可能被他給撵過去的樣子 哦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應該可以了吧 應該可以了吧 我再站過來一點 你這下子 你只要往前開 你就可以直直的回到這個鄉 鄉間小路上了好不好 鄉間小路 喂 他果然就走了 哈哈哈哈 好 所以我決定了 這一次呢 我乾脆就是開車追著他好了 但是我要把很重要的東西先搬上車了 沒有錯 就是這個東西哦 這個東西應該沒事 應該 呃應該不會 就掉出去吧 我覺得好像很有可能會掉出去耶 放在我的車後座這邊好了 感覺比較安全一點 好 可以了 準備出發 我們又要到那個地方去等著他了 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 我們還沒有去過這個另外一邊的這個鐵軌啊 不是嗎 行行行 就趁現在這一次這個機會 我們就過去看一下好了 就在前面那邊而已 應該蠻快就會到了吧 好的 我們終於接近了這個恐怖的地方了 我現在蠻好奇的是我 旁邊這邊我懷疑也可能是沼澤之類的 一下去大概 這個車大概就會掛掉了吧 所以我可能只能暫時先把車呢 就停在這附近這樣子哦 稍微看一下這裡面的狀況好了 我 我到時候應該是要把車給開進去的吧 不過我現在呢 要先稍微等一下 因為火車應該馬上就會來了 我也不知道火車是從哪個方向來的 這邊感覺特別深耶 跟另外一邊比起來就是 有很大的區別 真的耶 另外一邊的話呢 很清楚的好像可以看到裡面有黑的吧 然後這邊是 難道真的可以通到另外一邊去幹嘛的嗎 好像可以耶 那要等火車過了之後 我們再開車過去看一下好了 啊順便啦 其實有些人想要知道說這個 我先我先熄火一下好了 有些人想要知道說 呃到底呢 踩在火車上面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馬上就可以來試一下 踩在火車上面 其實應該 應該沒什麼事情吧 根據以往的經驗來看啦 都是 呃 這個火車應該就會在我腳下 直接就滑過去 然後我人是在原 在他的車上面 然後 是完全不會動的 所以我們直接過來看一下 果然沒有錯 所以我們可以在火車上面奔跑有沒有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下來了這樣子 原來如此 果然沒有錯 所以他從那邊開出來了 我們就把車開進去看一下好了 呃我們先 發動一下 然後 我們先 先稍微開上來吧 應該可以吧 速度如果慢一點的話應該是OK的 所以我現在呢 人是有點歪嘛 我們先稍微 稍微 弄正一點 弄正一點 弄正就對了 弄正就對了 可以走 出發出發 我們 順著這裡這樣子 慢慢的開過去好了 因為 下一個 下一個火車要來應該會蠻久的 所以 好深喔 好深喔 等一下 這個距離怎麼感覺會到地圖的外面啊 我怎麼看都覺得不太對吧這個 等一下 我們再次 繼續往前面好了 因為火車是從前面過來的嘛 這一次 所以下一次是從後面 後面會來 欸 好像有東西了 好像有東西了 是什麼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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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是數字嗎 還是什麼 草而已嗎 喔不對 是一個窟窿之類的 欸 沒東西耶 是不是快要到底了 啊 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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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了也是一樣喔 看來這邊寫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對對對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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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行了 看來這裡面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現在現在能做的事情只有趕快出去了 快點快點快點 出口就在眼前而已 出口就在眼前而已 看起來好像很近 其實很遠啊 而且倒車的速度就沒有辦法很快啊 所以等一下會不會突然真的就刮掉了 喔天啊 不 不 我有零件掉落了 明顯了我的零件在這邊掉落了 怎麼搞的 讓我下車一下我看一下我什麼零件掉落了 天啊 這太糟糕了這個東西掉落了 糟了糟了糟了東西幾乎都掉了嘛 我速度這麼慢為什麼東西還會掉啊 所以這就是 這遊戲裡面的碰撞判斷實在是喔 太過分了 欸不對我好像看到是不是火車是不是已經要來啦 我很想要從這邊彎出去喔 可是實在很難啦 因為這邊的地形凹凸不 凹凸不平了 OKOKOK 立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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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好像可以耶 到底是來了沒有好像好像有有好像沒有 所以我們的這個排氣管 全掉了 怎麼可能啊誰隨便撞一下而已 排氣管為什麼會全掉 還有保險桿 怎麼可能會掉啊 哈哈 別鬧了好不好 好了好了立刻立刻立刻 立刻走了立刻走了呢 他來不來得及喔 他現在這個引擎聲變得超級大聲了有沒有 我居然成功的出來了 我成功的出來了 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 只是 只是前面這個引擎聲現在變得有點吵了 喔還好 他那個距離真的是非常遙遠的喔 喔喔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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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喔這什麼地方這什麼地方 這什麼地方 我剛剛穿破了穿過了一片樹海是不是 喔天啊這些東西怎麼都跑出去了 不過看來應該是沒有在路上幹嘛 喔沒事沒事看樣子我好像是安全的出來了 天啊剛剛這應該是真的是完全打滑出來啦 所以這種輪胎絕對是沒有辦法來這個跑這個拉力賽的 太可怕了 欸不對我感覺 我感覺我的車好像沒什麼力了耶 現在等一下 是不是輪胎掉了啊 欸沒事啊 奇怪 喔我的輪胎真的掉了 搞什麼鬼啊 為什麼輪胎掉了啊 才 才經過了一個什麼樣的東西而已啊 好吧 我決定這一次開公路到那邊去等他 因為我發現 這個輪胎要在鄉間小路開 真的實在是有夠危險的 危險程度實在太誇張啦 好的果然 開從公路這邊開進來呢 就是方便又 呃快速的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稍微等待一下 他會不會直接撞上我的車啊 我懷疑 我懷疑可能性好像也是蠻大的耶其實 反正我們現在在這邊稍微等他一下吧 可是我個人覺得 等他過來的話 我搞不好都可以跑一次那個直線賽道啦 乾脆先去闖一次那個直線賽道好了 現在我們車子上面呢 已經拆掉了超級多東西了 哦天啊 這個在上面一直打滑 我們終於又再一次到達這個地方 等一下 哦 呃 我以為地上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我留下來的還是什麼 看來應該不是喔 所以 終於 我們應該又可以再一次的過來這邊挑戰了吧 但是我心有點忘了耶 這個 這個是要怎麼怎麼 怎麼開得來著 等一下 是要稍微滑到前面一點嗎 這邊 不是 是還在前面一點就對了 然後我記得是要等兩個燈亮嘛對不對 慢慢的滑 哦天啊還不行啊 哦可以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對不對 差不多了之後好像還要再多一個燈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要再多一個燈才行 OK可以了 所以是這個時候我們先讓了 先拉一下先拉一下 衝了衝了衝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這一次這一次 這一次雖然感覺好像並不是特別好 但是應該也不錯了吧 重點是我車上還有 還有一箱酒啊 這箱酒到底行不行啊 欸這一次的話很快就切到了這個所謂的四檔了 所以說整體來說速度應該已經快了很多了 對沒有錯 之前 之前好像差不多只能切到三檔左右而已耶 所以說我這個加速真的變得好快啦現在 也就是成績應該會非常理想了吧這一次 應該至少會比上次還要快很多很多吧 來下來看一下好了 能不能再 可是我還是花了21秒嗎 天啊 主要是應該是那個 起跑的時候浪費太多時間了吧 還有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啊 好吧我們再一次試一次好了 我們再試這麼一次就可以了 這是從另外一邊來OK 這是我們先先先來 預備下衝 這一次的話呢起步應該快很多了 起步應該有快很多 希望可以追回個兩三秒以上 但是我真的覺得怎麼這麼難啊 這個直線我已經衝到這種程度了 怎麼感覺還是 而且看樣子應該都是有在那個 紅燈亮了之後我才那個啊 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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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次的成績到底如何呢 過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我這台車到底要怎樣才能夠把它調整到說 可以很快的通過 就是這些東西吧 在戰武車上的重量的 所以這一次我到底是多少 多少時間來著 20秒 就比之前還要快了一秒而已哦 我起步比較好 但是只快了一秒 所以我這台車還是有很大的 可以改善的空間就對了 那我個人是在想啊 對 我之前來這裡跑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外面這一圈啊 好像沒有對不對 我之前來跑的時候 就應該說裡面這一圈才對啊 這一圈這一個 這個價值應該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們如果說要來跑 這一個地方的話 這個價值勢必是得要拆掉了 但是我們還沒有拿到那個 拉力賽的冠軍 所以現在拆掉的話是有點浪費錢的哦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再一次的回來這裡 我相信小綠車應該是還沒有回來的 因為他的速度其實沒有那麼快哦 所以可以繼續在這邊等他 我怎麼一個不注意的車子已經滑到這邊去了啊 這個車子會自動滑的啊 真的是 好 我把車停在這裡 應該就比較平了吧 好像還在滑耶 是不是啊 他還是在滑耶 他真的一輩子都會在那邊飄移啊 哈哈 哦 我好像看到他來了 我都等他等到了這個下雨啊 好 我們就到呢 呃 我到這個地方來看好了 他是不是還有可能會再彎進去呢 還是幹嘛 來看一下 诶 還是一樣耶 所以他還是一樣從那邊彎進去了 是不是 這邊算是他那個練習賽車的地方嗎 看樣子他絕對不會到那個 我停車的那個地方去哦 那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 往機場啊 或者是往公路的方向去哦 所以我們應該呢 是要到這邊 然後呢 按一下 按一下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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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他他到底是想怎樣 他他到底想怎樣 我不知道耶 對 看這樣子他又開到那個窩裡面去了 所以那個窩難道就是他家嗎 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耶 那個窩是他家嗎 然後他感覺是要衝出來的感覺 是不是 哦好 他怎麼會冒到我的屁股後面來的啊 好可怕哦 那那那那 我現在可以上車了吧 我現在可以上車了吧 小綠車 小綠車 謝謝 謝謝你小綠車 該衝了該衝了該走了 他是不是輪胎打滑啊 我在猜 他現在到底在開一些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是 他是本來就會在這邊然後混很久之類的嗎 他又動起來了 我現在身體是斜的 可是我轉不正 因為我沒有 喔 脫離了乘客模式了 然後又進入乘客模式了 好吧 看著他現在呢 又在跟他那個 正對面的這一棵樹呢 硬撞啦 所以他感覺要前進了 可是應該會繼續跟那個樹撞吧 他應該是出不來的啦 他好像要出來了 他好像出來了 這時候他應該終究還是會回到公路上的吧 我在猜 欸不對 是鄉間小路上面 所以現在他應該是在停著等我嗎 他現在應該在等我了 對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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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大拇指一收 他果然就可以開動了 所以他果然剛剛就在等我 所以 他每次都像在這邊之後 亂開了一會兒之後 終於會再一次的回到鄉間小路上面 我現在身體有點歪著 也實在是沒有辦法 現在要好奇的是 他在回程的 應該說從這邊再開過去的路上 有沒有可能會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太好了 看來是雨停啦 然後剛剛好雨停嘛 然後剛好他會 欸 看來他終究 從這個方向過來的話 還是會把我載回家去欸 天啊 所以看樣子不管我在哪裡 他的首要目標 呃 什麼 首要目標是什麼 首要目標就是先把我載回家去欸 哇喔 這小子真的人不錯嘛 其實 那我更好奇的一點是 如果說我在我家面前把他給惹火了 他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覺得 差不多等一下可以來試一下 在我家面前把他給惹火 好了好了 趁現在 這個時候就是了 開始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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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停下來了嘛 其實 對啊 喂 還是 呵呵呵 他現在心裡想的就是 你這個王八蛋 你就是趕快給我下車就對了 你不要在這邊被我罵來罵去的 看這樣子他還是 所以 呵呵呵 現在的狀況就是他開車開得好像非常的 非常的順利欸 現在 他就是想要叫我趕快下車就對了 但是我偏不下車怎麼樣 我就是要一直罵你 我就是要一直罵你 然後你會變成什麼樣 你會去哪裡啊 你不要在這上面去 我跟你說不要 喔 好險 他回去了 他回去了 太好了 所以 啊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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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更好奇的一點是 如果說他 他從我家平安的出去 那他到底會往哪邊去啊 如果是平安的出去的話 現在我感覺他很難平安的出去 有了有了 我感覺出來他在極速狂飆了 可是他這麼高速過彎 喔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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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車好強喔 呵呵呵呵 小 呵呵呵呵 小綠車你太厲害了 我不罵你好不好 我不罵你 我想看你平安開車你到底會 接下來一出去是往左還是往右啊 天啊 他平安的出來了 而且是在我罵了他之後 好吧 我想太多了 我想太多了 呵呵呵 好的 看樣子我們終於是 再一次的讀取回來了 所以把小綠車 現在終於是能夠 知道說小綠車最後一半的那個路程 到底是往哪裡去了 並且在幹嘛喔 但是其實沒什麼太特別的吧 感覺就很普通 然後他只是在那邊亂開而已 最重要是他把我送 他都是會把我送回家 這個是最主要的目標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來喔 另外就是說這個直線賽道的部分 看樣子應該是真的要把中間那個架子呢 完全的拆掉之後 拆掉辦法在直線賽道那邊 獲得比較好一點的成績啊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我的夏季汽車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了點一個喜歡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掰掰